好,那我刚刚看到的大家呢,就这个题目呢,用了不同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我先把你们的方法的方法反正给我看到的,在这里呢,写一下 就是我刚刚看到你们最多的,最多的方法是,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 这个,colding in rs,写成forsen rs,除一啊,sign in rs,知道吗? 那,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s和这个sign in rs,那实际上如果说,我把这个放在一起的话, 这里我乘一个2,乘一个2的话,然后我先给它呢,再乘一个1分之1,对吧? 这里我乘一个2,这里我再乘一个1分之1,那么这两个方法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即兴是多少? 1,1对,一定要注意,这个一下和这个一下,一定要凑成2的,是不是? 一样的,你写成这个sign in rs,比rx,或者是导过来写成这个形式,这个极限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吧?它的即兴是一,那么导过来,是不是还是一,对吧? 所以大家就直接写成这个形式就可以了,当然你们都是写成这样子的,就是写成cosn rx, 然后三运二而三处于哪 这个X 你是用重要极限的时候 那么你这里一定要凑成一个 这个2 然后你这个前面就要再乘一个2 那我们知道这一项这个极限是1 这一项的极限也是呢 1 那所以最后的结果才是呢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一 那么这一种方法 我们就没有用到多比达法子 是不是 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没有用多比达法子 直接用到一个我们的重要极限方式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看的像三运的方法是用到多比达法子 是吧 你是把这个和这个放在一起 这个放在一起 这个是在分母 是吧 然后呢用多比达法子呢 来抽到 那我们用你这个方法来写一下 那么它写的方法 它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分子 是吧 这个是分母 那这个就是一个 x 曲线0 那么这个肯定是曲线0 x 曲线0 sin 2x 肯定是曲线0 所以它是一个灵性 那你可以把它们分别抽到 用多比达法子 那你这个时候 你用多比达法子 那我们下面的这个导处应该是cos2x 乘一张 2 是吧 那么上面的导处第一项 x抽到 就是cos2x 那么它们应该是 4x 然后还要成的呢 2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 x 曲线0 那么这个是曲线0 1 x 曲线0 那么后面肯定是0 这个x 曲线0 那么这个又是1 1 好 所以下面是2 所以就得到应该是呢 2分之1 2分之1 那么除了用这个写 还有没有别的做法 1 好 我们刚才讲这个 你直接扛的话 它就是一个0成无穷心 就是0成无穷的话 那我是可以直接把它划成0 比0 或者是呢 无穷比无穷啊 好 那大家看到我在这里呢 那我再把其他的这两种方法 其实也可以拖出来呢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写成 我把他放在分裹的话 大家看我这续可以编成这个形式 我把他放在分裹 写在分裹 是不是就写成他前面2x 对吗 因为他们两个是不为到处的关系 那你看看这个是不是0比0星 对吧 那既然这个是0比0星 那我就可以用呢 这个诺别大法则 那就x的导数 除以呢 100比2x的导数 那你看看上面就是呢 1 下面就是呢 100比2x的导数 除以呢 100x的导数 对 你看这个是不是有点二分子一样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那我如果说我要把它变成这个无穷比无穷型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我就把这个x放到这里来写成x的负一四方 这个上面写过难解决吗 2x 那么这个就是无穷比无穷 那么你也可以莫比达把这个分子 分别呢 求到 那你看分别求到的话 这个上面就是负的cos的平方2x 然后再乘一个2 然后这里就是负的x不呢 负二次呢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了 但是这个方法呢 有点不够的 对吧 你这里呢你还得不出结果出来 所以这个方法 这个写法呢是不建议大利用的 我们把这个quantity.2x 变成quantity.2x最简单 因为你这个时候呢 这个形式上 你看这里是个一次 而这个quantity.2x 它不会比quantity.2x复杂 但是你这里的方法 你把x变成x的负一次方法 它写出来的话 那会更麻烦 所以这个方法 大家就麻烦 就不要去用它 那我们最好是画下这个 一定行 怎么样 这三个方法 你们觉得哪个好考试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 没有不一定的方法 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个题目当中的话 要求你用个比达法子 那么你就应该要 后面就两个方法 好 这一个 那么x是去下一个0呢 x平方也是去下一个0 那x平方分之1它是去下一个0 正不处大的 是不是 所以1的x平方分之1 那么也是去下一个0 所以它是0x无处型 那么0x无处型 这个变成0比0型好 还是无处比无处好 也就是你把这两个 哪一个放到分母会比较好呢 哪一个放到分母会比较好呢 你看 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分母会比较好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在分母就要写成x的forism 你知道吗 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法 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法 然后分母会比较好呢 然后分母会比较好呢 我会比较好呢 我会比较好呢 因为这个方法 它实际上就是1等-f's平方 这个方法应该是写成x的平方的负义次方 那我们把它写到分裸的话,它就变成了x的平方 这样的话,大家看这个时候我们有变成了原型吗? 变成了0.0,是不是?变成了0.0,它虚线人,它呢也虚线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洛贝达法则 那就是2x 下面是呢?1的x平方,然后再次来,你看呢? 2x 那你看这个可以把它约掉,变成1,对吧? 那这个时候x取效应0,那么这个就取效应1 1,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呢? 1 但是我看你们的结果好像不是 不穷大 你们为什么求出来的一个不穷大 不穷大吗? 没有,这些好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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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到大按时,有个称大 所以我看称大 所以我看称大 有没有办法,在后期有不穷大 你们都是把这个x平方放在分母不是吗? 对老师 1比x平方,fx平方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无穷比无穷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无穷比无穷 对吧? 不穷大 大家看可以这样做化简单一点吗? 我把这个1的x平方 分之1 把这个它都是t 把这个它都是t 不穷大 那这个x是虚向0 这个t就是虚向0 这个t就是虚向0 不穷大 不穷大 那没有错 那我这里拿了写错了 对 那我觉得数是错的 不是0 嗯? 数是错的 有0 哪里? 那个0 这个0 对 对 这个0 这个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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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则是什么? 这个 这个 没错 我说 我减彩一下 这是 這是… 還給你去下雨裡 答案应该是无穷大 后面答案是无穷大 所以我应该是这里 我这里哪里写错了 你们看看能帮我把策略照出来吗 这个方法应该是哪个地方写错了 1的x平方公共1 老师,因为1的-x 所以应该是在目字-x 这个性质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你爸的x的平方公共1 知道我哪里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写前的这个 这个 这里是x的平方公共1 这里应该是写成x的-2 所以我这个地方如果说我把它这个 放到分母来的话 它写成这个就不对了 我把这个写成它是不对的 这个我应该是写成这个 我把它放到分母来 应该是写成1的x平方公共1 对吧 这个1的x平方公共1的话 那我应该是写成1的x平方公共1 那么应该是写成1的x的-2 所以不是写成这个 这个就不对了 而应该是写成1的x的-2 这个是写成1的x的-2 这里应该是1的-x的-2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x的-2 就是2次方的这个导数 这个导数 这个导数应该是呢 这个导数应该就是-2 乘以x的呢 -3次 对吧 -2解1次方 所以应该是写成 这个2乘以x的呢 -3次方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x的-3次方放上去 -3次方 -4次方 那这个时候又是一个零比零星 又是一个零比零星 但是这个零比零星比刚才还要复杂了 对不对 这个零比零星比刚才还要复杂了 所以你如果说再继续用莫比达法子用下去的话 这个方法就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麻烦 是吧 这个方法就会越来越麻烦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不要去画成这个零比零星 就应该画成大家用的这个呢 这个形式而且以后大家直接就可以写出来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指数函数 它增大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这个呢 对数函数函数 就是在S区下于这个正五重大的时候 它增大的速度是最快的 然后是它 然后再是哪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以后你看它增大的速度要快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就应该是 无穷大 无穷大 好 大家看看如果说我现在写一个 好 好 你们能告诉我 这个极限是多少吗 不用球 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个指数函数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随便写一个呢 在前面都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个指数函数 这个是个迷函数 指数函数 它在去向无穷大的时候 它的速度要快 啊 你在分次 那么这个时候分次去向无穷大要快的话 那么这个得到的极限就会是一个呢 无穷大 啊 实际上这个方法就是你用的诺比达法则 这是无穷比无穷 那我如果说在这里用诺比达法则 每次重导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直有这个1的2的4四方 而它最后重到4四倒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它就变成了一个常数 对不对 那你上面还是有个无穷大 下面是一个常数 啊 你看我再写一个 啊 啊 你们告诉我这个极限是多少 是吗 密函数它比对说函数去向无穷大的速度要怎么样 快 要快 是不是 那你看 那是分母去向无穷大要快的话 那就说分母比它要远远的大 分母要远远的大于它 所以最后就去向什么呢 密凌 你是分母在越变越大嘛 是不是 它也在变大 但是它变大的速度跟不上它 分母呢 远远的要大于它 所以这三个极限放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上你们应该是能够直接写出他们的这个结果出来的话 大家不知道也不要紧 那你们多别打跑的球呗 啊 什么 你们多别打球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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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還要戲劇講會不會當法則 大家看昨天我們講了0乘無窮型的 我可以畫下0比0或者是無窮比無窮 現在如果像這種無窮減無窮的 無窮減無窮的 那麼它也有幾種可能 它也有可能是一個常數 也有可能是無窮小 也有可能是無窮大 所以它到底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好 那我們前面在做的時候 像這兩個相減的話 那我們通常是怎麼辦呢 是不是我就先把這個 C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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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兩個通分 是吧 然後把這兩個通分 大家看通分是不是有得到這個呀 什麼 就是我們把前面這個變成 Cos1 Cos1 後面這個變成 Cos1 Cos1 你把這個寫在一起 是不是就是 C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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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面是1-1 下面是0 那就是0比0行 那你把這個分分之後 這裡就又變成了一個哪 0比0行 0比0行 那我們就把它 怎麼樣 由諾比達哈斯求到 你看 上面的導數呢 其實就是 是負的 Cos1 下面的導數什麼就是 負的 Cos1 那我們知道 X趨下於2分之π的時候 那麼我們剛才講 它是趨下於呢 Cos2分之π是0 Cos2分之π是1 那是0除以1 所以最後結果等於呢 0 你把它寫成 Cos1 也是可以的 是吧 它是擴散性的 二分之π 那也是這個0 所以無重減無重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去變成 一個0比0行 或者無重比無重行 出來啊 好 下面看看 這個X趨下於0 3X分之1趨下於哪 無重大 是吧 X趨下於0 那麼X分之1也趨下於哪 無重大 所以這個也是無重解無重型的 那麼大家自己動手寫一些 你們動手寫一些 把它看變成一個0比0行 或者無重比無重型出來 動手寫一些啊 你們兩個願意上來寫嗎 咯 你們學院遇上來寫啊 日版庭還寫啊 好久不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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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面结果呢?写不下去了吗? 是你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是谁 好,我们一起来拉一下 那首先至少每个同学都要被通分 这个通分,你们还有不贵的同学吗?我在这里再写一下 刚才,祝你别看见你,我是给你写了一遍,现在会了吗? 好的,这个通分的话就是我要把两个分母变成一样的 那么你像第一个,那我就要把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一个x 第二个,我就要把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一个sign x 这样的话呢,它乘一个x,它乘一个sign x 这样两个分母就变得一样的了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分母也乘一个x 那么分子也必须乘一个x,对不对? 你这个分母乘一个sign x 那么这个也要乘一个sign x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两个分母变成一样的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交通了 通分,是吧? 两个分母变成一样的了 这个时候,分母可以写在一起 把上面的写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一个0比0性 对吧?0比0性 那我们可以用后面打法则 你看,就是1-prosice 那么这个是个乘几的主导 sign x的导书是sign x x导书是1,所以的印象是sign x 然后后面x乘以3x导书 那就是prosice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时候,x就是0,0的话 cors 0是0,cors 0是1 所以1-1-1,上面是曲线有0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它是0,它也是0 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呢 0比0性 那我们就继续用罗比达法则 对吧? 罗比达法则,那你看 那么上面的导书是不是就是sign x 下面的导书 那么sign x的导书就是呢? cos x 那你这里,这个x乘以cos x 那我们又要把它用乘积的呢? 这个球导 好,第一项x球导 第二项cos x 球导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上面是这个sign x是0 对吧? 然后这里cos x是呢? 这个cos x不是0,对不对? sign x,那么这一下是0 对吧? 这个是0 但是这个两个都是呢? 1 这个是0 所以整个上面是0 下面是呢? 2 那么0除以2就等了? 0 0 是不是? 就可以直接得出来 是吧? 这个题目刚刚在做的时候 写到这一步的时候 写到这一步的时候 那刚刚洗一下 你们应该是不喜欢这个成绩 成绩的球导 是吧? 你们喜欢这个成绩的球导吗? 不是 不喜欢吧 成绩的球导 你看看这里球完之后 这地方你还要再球一次导 麻烦 这个形式麻烦 那我们大家在学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在学的时候 你应该忘记你前面所学过的知识了 X区下入0的时候 X和三眼X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是等降不出效 等降不出效 等降不出效 那么这个X 我可不可以换成三眼X 记得三眼X我可不可以换成X 还记得吗? 本降不出效 是不是可以替代呀? 嗯 那我换成X 是不是简单多了呀? 可以了 简单了吗? 是吗? 这个时候你再用罗比达法则去球导 你看 这个时候 上面的导处是1-4-X 下面是吗? 2 这个时候球导处比刚才要简单 是不是? 然后你看看 这个身肢还是0,00系 对吧? 这个还是0,00系 那么这里呢 你还可以继续用罗比达法则 这个主导也很简单 这个是2 那么上面这个视频 然后是呢? 是 3-X 你看 X去下面 2 那么这里视频 注意哦 对吗? 对 对 是不是比这个做法要简单 对 所以大家看到 这种 在这个相乘的时候 这种补充小 那么你可以把它 替换一下 可以把这个呢 替换成这个X 这样就简单了 那实际上 比如说 刚刚我们大家在讲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1-3-X 你们记得吗? 1-3-X 2-3-X 是等价格数 还记得吗? 1-3-X 1-2-X 1-2-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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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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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这里还有一种类型 零的零次方,地的无穷次方,无穷的零次方 那么这个都是这个密指南树的这个情形 凡是像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 就是取值对数的这个方法 什么叫值对数呢? 这个Y你可以把它写成1的多个Y字方 对不对? 所以你给它去指数,然后再去一个对数 因为这两个是相反数 数一个指数,数一个对数 实际上你就把它变回去了 是吧? 那我们,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这个X的X次方 X趋向于零,那么是不是零的零次方 是吧? 那么对这个零的零次方 C的X的X次方 那大家看我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形象 那为什么写成这个形式呢? 写成这个形式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把这个取了对数之后 然后,这里的这个X 你就可以把它写到前面来给它相成 那你原来这里是个指数 现在我就变成了这个X 而这个X和X呢相成 就变成了一个乘法 那我原来要求的这个极限 那实际上我现在就变成了 求一个什么极限呢? 求这个1的X乘以弱的X的极限 就变成了求这个的极限 而这个的极限它实际上是等于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等于 这是我们复合函数里面的这个极限的极限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极限符号 直接放到上面去 所以实际上 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极限 转化为了 求这样的一个极限 乘极的极限 求这个乘极的极限 这个极限的极限大家看 那我可以 把它看做是什么呢? 那这个极限就是0乘以弱的极限 就是0乘以弱的极限 那么这个是0乘以弱的极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划成0比0 或者是呢 无极限 那我们把X分之1 把X放到分合 还是把X放到分合 好吗? 那你肯定是把这个X放在分合 写成X分之1 要简单一些 肯定比那个弱的X分之1要简单 是吧?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那么这个形式 就变成了一个呢 无穷比无穷型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多比达法则了 那你这个时候 这个极限就形成了什么呢? 上面这个就是 导数是X分之1 对吧? 下面这个导数就是负的呢? X平方分之1 那么大家看看 实际上就是负的X平方 除以X 也就是等于负的呢? X X 那么X去向0 所以这个极限就是等于呢? 这里是负的X 对吗? X去向0 所以这个极限就是呢? 0 所以1的0次方 那就等于呢? 1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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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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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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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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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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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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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